接着讲一下打工仔关心的知识 政府公布明年17日公众假期的安排 农历新年以及复活节 紧接清明节 打工仔都可以享受4-5日的长假 谭晓彤报道 打工仔想放假投下气 可以计划定明年这假如何放 长假期包括2月的农历新年假 初三撞正晨日节是星期日 补假之后初一至初四都是公众假期 计算星期日年放4日 第二个长假期在4月 耶稣售冷节和第二日放了星期五、六 紧接的星期日是清明节 所以星期一补假 刚刚星期一又是复活节 所以星期二再补多一日假 连放5日 如果请完之后三日的假期 惯常放星期六日的打工仔 可以连放10日 5月开始就没有长假了 不过想DIY都有办法 5月19日的佛旦 和9月22日的中秋节翌日 都是星期三 只要多拿两日 就可以有5日的年假 年底的拆礼物日 刚刚是星期日 补假之后就由25日聖诞节 放到27日星期一 有线电视记者谭挑同目道 一手掌握有线新闻